埃根廷华人网 中国小网11月19日电,据埃根廷华人网报道,日前,在与埃根廷交界的玻利维亚维瑞佛恩地区,警方在对公路上的车辆实施检查时,发现一辆车内在有6名中国籍公民,其中包括16和17岁的两名未成年人。 据调查,上述中国籍公民是首先通过俄关多尔,到达南美洲地区的,此后非法进入碧鲁,并通过普洋特·科斯特大桥入境玻利维亚。 此外,上述6名中国籍公民中,只有一人是通过正规渠道出境的。 据警方负责人表示,上述中国籍公民,首先被带到维瑞典恩地区,并暂时居住在一个所谓的安全屋内,然后等待被带入阿根廷境内。 据悉,负责帮助中国籍公民,偷渡入境阿根廷的一个组织,也被摧毁。 其成员是三名玻利维亚人,分别是负责运输D司机NOTRALEOHM,负责安排接待的女性LIMC,及负责协助入境的团伙头目ULYCAH。 官方表示,该团伙至少还涉及另外两起败运中国籍公民的案例。 目前,布利维亚警方对爱建继续深究,希望找出更多上述非法组织的成员,同时也向阿根廷警方发出有关中国籍公民非法入境的提醒。 黄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